最近我都一直有一种很深的感触 看到世间的苦难 世间的很多天灾人祸 其实在心里面就是一个寥寥分明 整个世界的苦难 都是因为不了解自然界的法则 不知道有自然界的法则 而违背自然界的法则 才会有这些种种的苦难出现在世界 如果我们大家都懂得 以自然界的法则而活 这世间的苦难就不会存在 不管是一个国家 还是一个个人 还是一个世界 还是一个小群体 都是这样 我们以着自然界的法则而生活 本来就是不会有问题的 还是因为我们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 就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人家都在讲 时间的天灾 天灾来得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就刚刚几天而已 日本6.8级的地震 可是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已经整惯了 6.8级对他们来讲很小的事情 还没有什么倒塌 也没有什么伤亡 可是就是在整个东京 就是晃起来 好像做渡人一样 他们讲 所以很多灾难 很多灾难 天灾 这些天灾之所以发生了 是因为我们人之间 很多的恶业 很多很多的恶业 我们现在的杀 杀的规模也是很大的 你看 杀生的规模都是 集结性的 很专业的 所以现在可以说 哦 那我们逼得开 我们现在好像很多东西没看到 可是在我们地球上 发生那么多死亡 那么多残酷的事 那么多灾难 怎么会好 不会好 就算是你有种种的人为的管理 去避免很多灾难 可是就是 人可以想办法避免灾难 可是天灾 它就会显现成天灾 好 就算这个东西大家可以说 有些人可以说 看不到 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 这个营业的力量 看不到 怎么知道 肯定是我们的水果 带给我们的呢 但是呢 人祸却是更明显的 人世间的那种斗争和灾祸啊 是最明显的 最直接是来自我们的谈成次 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 一个人群跟一个人群 很明显的 只要人们的问题 谈成次没有化解 就是数不尽的问题 所以你看美国人呢 他们以为自己 有很多很好的方法 去打利比亚啦 打这边的 打了那个 他以为他可以解决问题 可是带来的问题是更大 今天人家把打好了 建立了一个政府 可是那种战斗的 那个死人心里面 不和平的心的成分 没有克服 结果还是在斗争 现在打了 他们把一个独裁者推翻了 但是呢国家内部还是内乱 还是继续的内乱 可能还要内战 所以像利比亚这样子 所以我都是 这些都是不了解 不了解自然界的法则 不知道苦因处在哪里 所以一直都在国上 解决问题 用种种的策略啊 政治啊 外交啊 外交政治还开好一点点 用军事啊 以为可以解决问题 可是就是没有解决问题 非常的可怕 所以因为这些都是 因为不了解 不了解苦因处在哪里 一个族群也是一样 一个族群不知道 苦因处在哪里 结果就常常 大家用自己的聪明去斗争 结果都是做到一场混乱 一个人也是一样 不知道苦因处在哪里 我们要快乐 可是我们造的全都是苦因 我们要进步 要清净 可是我们累积的都是污染的 那怎么会呢 就是一直都达不到目的 所以最近我在观察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很单纯 心里面看到的都是很单纯 一个很清清楚楚的一种现象 有种感触 就是世界的苦 人们的苦 众生的苦 都是因为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修法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修法 多了解自然界的法则 单单一个因果法则 沦为法则 元气法 我们了解过后 我们至少 这个世界我们救得了 救不了 也要看我们的影响力 发挥到哪里 但是呢 至少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可以救 真的 逃不了的 所以我们因果是真实不虚的 可是人们不明白 不相信 就很苦 并不是不明白 并不是说不可能明白 是因为他们没有以一个正规的方法去明白的 所以佛陀给我们留下这个正规的方法 这个正规的方法就是止禅跟观禅的修法 通过止禅跟观禅的修法 我们可以亲自去印证 有没有轮回 有没有过去史 有没有未来史 有没有天 有没有地狱 有没有鬼界 这些我们可以亲自去印证 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过去 怎么来 怎么现在 未来 怎么去 这些也可以通过修行去印证 印证了过后 至少我们能不能解决事情的问题 至少我们自己有一个内心的安稳和确定 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么至于我们是否有一天能够发挥强大的力量 让整个世界的人也知道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就很好 如果不能 但至少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 一个人解决自己的问题 就减少给世界带来灾难 少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苦恼 这是我们走向帮助这个世界的第一步 因为如果我们抱着我们的无名和物质 我们的存在都会给周围再来伤害 你看很多人也是讲 他们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很厉害 可是弄来弄去 到头来 都是互相伤害 自己带给自己伤害 带给周围的人伤害 带给国家 带给族群伤害 这是因为 所以至少我们走出第一步 我们自己 克服自己 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要给周围再来伤害 那么一旦我们有这个能力过后 那我们进一步就可以想 我们怎么样给这个世界带来利益 帮助这个世界 这是我们可以想的 会有的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不会相信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要相信 人不是说你讲什么 也是要看你是什么身份 你是什么 自己第一天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从我们自己开始 从不给人家找麻烦开始 从这个很单纯 平平静静的人开始 然后接下来从自己 怎么能够承担和化解 外面的刁难 种种的障碍和困难 一旦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下一步就是怎么样带利益给别人 所以先能无为而后无所不为 先能够单 先能够化解 先能够消化 先能够承担 然后过后呢 时候到了一群人 一个人的力量 可以散播成一群人的力量 一群人的力量 可以散播成更大群人的力量 到后来可以散播成 整个国家 整个世界的力量 这是可以发生的 可是那个要求 就是从我们自己开始 每一个人从自己开始 所以我是觉得 真的这是很重大 很重大的事 也许别人会觉得 人们都有一种心态 觉得好像是很稀有 很难得 很难 很难求不到的东西 才是很珍贵 其实不是的 空气和水就非常的珍贵 我们几秒钟 都没有空气 你看我们就完了 可是人们看不到空气的珍贵 直到他们失去新鲜的空气 然后他们才觉得空气的珍贵 所以其实法很珍贵 虽然法也不是很难 其实你要得到法 只要坦率真心 老老实实去付出 就会再造法 可是有一天 当我们失去这个法的时候 当我们被非法笼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法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你看周围的人 只要遇到不善有 被邪见影响 你看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在他们生命里面 因为邪见 他们说这个众生是给你杀的 可以杀的 他们就开始杀神 你讲那个 单单一个杀神 一个头到 结阴 人们这个世界上 就找了很多很多的恶性 无界守不住 饮酒 撒谎 饮酒 无界守不住 所以极可怕 可是人们不觉得那是可怕 这是这个世界的问题 可是他们只知道 有天灾人火 可是他看不到那个因果关系 这是这个世界上的问题 可是通过修行 我们可以把这个因果关系 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我们就会很有信心 而知道要在音上作对 所以要知道我们做的是 非常重要的事情 看起来好像 在世界上的事情 好像很难很难的 我们才觉得很了不起 我们觉得这个看呼吸 哎呀 也不是 其实你看呼吸就很难很难 你们经历一下子 过后就知道 看我其实真的是很难很难 难在我们一起很多的污染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 能够把这个很难的事情做好 我们只能够 这是一门钥匙 可以开取一个很重大的保障 很重大的保障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法 提振很多的法 那么这个就是解决世界 一切苦难的方法 我们只要找到这个法 我们就可以化解世界很多的苦难 从个人开始化解 然后走向群体的化解 走向整个世界的化解 这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希望 这点点的分享 给大家知道 看到我们现在做的事 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做的事 就是要让我们了解 自然界的法则 而因为所有的世界的痛苦 就是要 就是因为不了解 自然界的法则 而世界这么多的努力 这么多的付出 都是为了解决世界的痛苦 带来真实的快乐 那我们现在所做的正在 正是最重要 也最根本的 解决痛苦 找到快乐的方法 所以 为什么会不重要呢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在做世界上 最重大的事情 最重大 没有什么事情 比现在我们所做的事 还要重大 可能你们会觉得 总统做的事才大 这个国家领袖 做的事才大 其实那些都不究竟 不究竟 我们做的是究竟 是重大的 不好小看 真的 从我们这里开始 我告诉你 不用等来世 这一世你就会看到 你就会看到法的力量 不用等来世 真的 所以这是一点点的分享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只是对我们自己 也是对整个世界 有一天你会看到 传承一个强大的力量 不用等来世 这一世就会看到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